西红柿要想产量高,整枝打叉很关键 西红柿生长是强,每个部位都会产生侧芽,都能开花结果 如果放任其生长,会造成株形混乱,落花落果,影响产量 那么,如何给西红柿整枝打叉呢? 下面的内容全是干货,建议收藏 第一阶段 西红柿第一花絮刚开花的时候,第一花絮下面只留两三片叶 其他的小叶片全部打掉 但是,在这里要注意,第一花絮下面要留一个大叉子 其他叉子全部打掉,就留一条主蔓向上生长 如果西红柿苗长得比较壮,第一花絮可以留三四朵花 然后把多余的小花全部掐掉,防止结果太多坠秧 影响后期生长,毕竟大头在后面 如果西红柿苗长得比较弱,第一花絮也可以全部摘除 让西红柿从第二花絮开始结果 第二阶段 第一花絮留花之后,可以给第一花絮下面的大叉子 留一片叶在掐尖,就等于给第一花絮多了一片功能叶 这片叶会长得很大很壮,它制造的光合产物,就会供给离它最近的第一花絮的果实 第一花絮的果实就会长得又大,又圆又好吃 以此类退 第二花絮和第三,第四花絮也用同样的方法整治 然后再掐尖,就等于第二花絮的果实也多了一片功能叶 第二花絮的果实也会长得又大又圆又好吃 第三,第四花絮,续也用同样的方法整治就可以了 西红柿通过整治大叉子,即集中了养分供应 又增强了通风透光,所以它才能接得多 长得大而且好吃 西红柿通过整治大叉子